模拟精色英国祭祀集 婚姻与感情系列 治疗失恋的特效药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各位师兄师姐您好 很开心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的故事 如果您正在经历失恋 在感情中彷徨无助 找不到一个出口 希望本篇故事能带给您一些鼓励 帮助您的人生走向光明 记得去年因为舆论及婚嫁的女朋友 立下重视而结下因果 写下一篇感应文章 请看当爱的誓言无法兑现 其实那时候与前女友已经失去联络 开始修行后 我也知道要将这段感情放下 但因彼此曾长久相处 照顾前女友 不知不觉已成为我的习惯 心里也早已将彼此当成家人 她背负的压力与痛苦 我都了如指掌 即使没有继续在一起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她脱离痛苦 得到幸福 我向佛菩萨请示 我与前女友之间是否有相欠 我希望可以用因果债 功德还的方式 弥补我对前女友的亏欠 也让她得到功德 重新开始美好的人生 未来若是在相遇时 不必再苦苦相缠 我也不必再为她挂爱烦恼 佛菩萨慈悲开示 我们的确有相欠 前世 我因利益冲突 用手做前女友 智商重 故遭此报 看到此开示 心里很感慨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真的很感恩牟尼经社的帮助 让我能够用诵经回向 了结与前女友的因果 可能是我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开示到最后 蔡师兄关心询问我的状况 然后对我说 好了 要好聚好散哦 其实我在写请示单时 是想请示 让彼此好聚好散的福德资量 现在的我 不再执着于感情 想更专心地修行与利益众生 选择债青远近 才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 但现场的义工师兄师姐告诉我 没有关系 请示相欠就好 不用特地写好聚好散 结果 蔡师兄最后鼓励我要好聚好散 实在太巧合了 真的很感谢他对我的鼓励 加强我的信心 曾经深爱的人 甚至已经决定 要与对方结婚厮守终生 将对方放进未来的人生蓝图中 计划要与对方实现各式各样的梦想 这样的人 要放下是谈何容易的呢 面对失恋 有人会选择大哭一场 有人会找知心好友聊聊 有人会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散散心 这些方法虽然能得到一时的满足与宣泄 但未必会是长久的办法 当初碰到某些场景 勾起某些回忆 心里那道看似愈合的伤痕 又会再度被撕裂 没有真正放下 终究难以平复 这是因为除了人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还有因果的影响 我很有福报 能够遇到牟尼经社 透过诵经宵夜改变我的人生 念经的效果真的非常神奇 不但可以偿还累势的业障 经典中的智慧 还能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放下执着 慢慢地抚平内心深处的伤痛 让我们得到重生 感情曾经是我心中最过不去的坎 一路上跌跌撞撞 吃了很多苦头 流过很多泪水 始终得不到幸福 那时候的我 很不快乐 总是愁眉苦脸 但在学佛修行之后 我每天都感到非常幸福与快乐 诵经宵夜 度众修行 成为我生活的重心 我借由佛法改变思想 导正行为 真正地扭转命运 翻转人生 您正在经历感情的伤痛吗 欢迎您网络请示 相信一定能为您的人生 带来光明与希望 蔡师兄说 缘起缘灭皆随缘 花开花落花自在 放下执着才能解脱 人的一生当中 所有一切人事物 皆是来来去去 来时莫喜 去时莫悲 随缘方能自在 放下才能得解脱 分享结束 蔡师兄说 修行最会考的 是情与财 切莫永远深陷泥沼中 前面有牡丹在等你 物质路旁小花 在经社办事多年来 因感情因素伤害他人 结下因果的案例 不胜枚举 就连小编已开示的 二三十条业障中 因感情所结下的因果 几乎占了一半 其他就是利益冲突 和少数的嫉妒心 以及路见不平 由此可知 情与财 就是众生最难跨越的坎 是人生与修行 最大的考验 也是最容易 让人犯错和堕落的根源 为何情与财 容易让众生执着与犯错 追根究底 还是源自于人的 贪嗔痴慢疑 这些就是罪恶的根源 若没有借由学佛修行 诵经持咒 渐渐导正 转化 且提升心性 这些无名习气 就会随着众生在六道轮回 继续造恶 结下因果愿酬 牟尼经社提供因果债 功德还的平台 让众生能用诵经功德 回向给业主菩萨 与对方解冤事结 弥补过去所犯的过错 消业障固然重要 但佛菩萨最终的目的 是希望众生能借由学佛修行 诵经持咒 渐渐提升心性 导症恶习 勤修界定会 心灭贪嗔痴 未来遇到任何考验与诱惑 都能用清静心面对 不会轻易地被迷惑而造业 以及生起烦恼执着 上述有缘人 分享从感情破裂的执着 到放下的豁达 这其中的心路历程 确实充满心酸血泪 一段感情的开始与结束 是因果 放不下 生起执着烦恼 也是因果 有无缘分 更是因果 世间万物 皆是由因果牵引的一和像 当因果了结了 自然就摘清缘尽 不再相互牵连 当您现在任何的痛苦 与烦恼的漩涡中 您可以试试 站在更高一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 不要和烦恼处于同一阶层 如此 您就能安定自心 用较冷静的态度 去面对烦恼的问题 无论是感情 或是人生中其他困难都一样 不跳脱出来思考 就会落入盲点 越想就越钻扭脚尖 怎样也无法钻出这死胡同 若能用更高的视角看待 冷静分析 甚至用旁观者的角度思考 相信对于解决问题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至少不会一直在相同的地方 鬼打墙 怎么也赚不出来 净空法师说 佛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 每位众生的智慧皆是平等的 但因为贪嗔痴慢疑等无名习气太重 导致智慧蒙尘 无法显露 借由学佛修行 就能慢慢去除贪嗔痴慢疑 慢慢擦亮自性的谋拟宝珠 渐渐显露本字具足的智慧 与清静平等正觉的佛性 上述有缘人面对感情的处理态度 很有智慧 他选择到牟尼经社 请示与前女友的因果 不再钻扭脚尖 自寻烦恼 放不下 也是一种因果 将镶嵌的因果债还清 从此天各一方 不再牵挂 各自都能了无挂碍地追寻人生目标 完成来人世间的义务与责任 问题是拿来解决的 不是拿来烦恼的 人生只有短短数十函数 我们应当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老是在烦恼与痛苦之中煎熬 选择最有效 且最有智慧的解决方法 您就可以避免问题恶化与痛苦加剧 牟尼经社办事多年 请示者从北到南 国内国外都有 若不是办事真的有效果 怎么会有这么多有缘人 愿意千里迢迢跑一趟 又怎么会有这么多感应文章 在经社部落格发布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只要您愿意来请示 您一定能改变痛苦的现状 甚至改变命运 或许还会懊悔 怎么没早一点知道经社呢 牟尼经社除了有治疗失恋的特效药 更有解决人生各种疑难杂症的特效药 网络请示一下 您就知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牟尼经社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 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 没医生 有神问到 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 异工 分别住在 不同 红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